音樂音樂 接下來我們要為大家介紹一下 超音波它很重要一個功能 就是它可以量測血流的速度 或者是流體流動的速度 那這個主要是因為杜普特效應的關係 這裡的話我們針對杜普特效應 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 就是深波它的波形是這樣子 那波峰的距離或是波的距離的話 相對距離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波長 當我們有相對的移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到 當消防車是靜止不動的時候 兩端的觀測者所接收到的頻率跟波長 都是相同的 那如果說當消防車往右行進的時候呢 它會造成它跟右邊的觀測者之間 有一個相對運動 然後這邊的深波的波長會變短 頻率會變高 那相反呢它對於左邊的觀測者 因為消防車是遠離它的 那它們之間的波長會變長 那相對的頻率也會變小 這邊的話我們來看一下說 它頻率的改變情況跟波長改變情況 這裡的話是我們的波峰 是這樣子 然後這裡的話是說 這是點2的這個波峰這樣 那當然因為我們距離改變之後呢 所以我們的波長改變量呢 是這個landa prime 然後呢也就是我們 原本這個點1它移動到點2 那這段距離是多少 這段距離的話就是 它移動速度乘上我們的時間周期 所以landa prime是我們波長的改變量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 波長改變量的話是原本的距離 減掉聲源它移動的距離 聲源移動距離的話就是聲數乘上你的一個周期 那周期的話又可以等於你的波長 除以你的那個聲音傳遞的速度 那我們這邊的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我們的波長改變量的話 是原來的波長乘上e減掉 聲音移動的聲音傳遞的速度 跟聲源移動的速度 那這裡的話為了比較清楚起見的話 我們把聲波傳遞的速度 像在組織裡面是1540的話 我們用c表示 然後呢這個聲源它物理性移動的速度 我們用v來表示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從剛剛的例子來看的話 上面頁我們知道說你的landa prime 是等於landa乘上 e減掉v除以c 好這個的話是我們的新的波長對不對 然後所以呢相對的我們新的頻率是怎麼樣 新的頻率的話應該是 我們把他同樣的除以升數 這個是我們的新的頻率 所以我們的頻率的話 就會等於原來頻率乘上 除以1減掉v除以c 那我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的話 它就會等於 原來頻率乘上c 除以c-v 那所以呢當 聲音是跟觀測者之間是 往觀測者方向移動的時候呢 那麼我們的頻率會變高 那如果說它是遠離觀測者的話 那麼我們的頻率會變低 這個是獨普的效應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他們有相對運動的時候頻率會改變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剛呢是sauce對著觀測者移動 那我們其實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sauce移動 另外一種是觀測者移動 那我們現在考慮第一種情況 就是sauce移動 那sauce移動的話 我們從剛剛的公式可以知道說 f'等於f乘上 c乘上c-v 這個的話是他們做 往觀測者靠近的時候 那如果說是遠離觀測者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當sauce是遠離的時候 波長變長頻率變短 然後如果是靠近的話 波長變短 然後頻率變高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實際上超音波量測的時候呢 它的聲音呢 不是 不是 像是 消防車或者是警車 它會鳴笛發聲 而是我們會有一個transducer transducer呢 它會先產生一個超音波 所以transducer產生超音波的話 我們的頻率我們叫做fs好了 然後呢 它會打到物體上面 那物體呢 它本身有流速 所以呢 它這邊是不是會有一個速度 那我們先把就是物體object上面 所偵測到的頻率呢 當作fo 那我們先想一下 物體所偵測到的頻率應該是什麼 現在 剛剛是沒有考慮角度 我們現在假設他們之間有個相對角度 所以我們的觀測者 或者是我們這個物體 它在這一端所量測到的頻率 是不是fo 是你原本sauce的頻率 然後乘上c加v除以c 這個的話是物體 它會接收到的頻率 是這個樣子 然後物體接收到頻率之後呢 它會再反射回去 到這個transducer上面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這個物體就相對變成 一個聲源了 我們剛剛講 如果說是觀測者 得到的頻率的話 是原本的頻率乘上c 然後乘上c-v 那這裡的話有相對的角度 所以我們乘上一個cosθ 那在這裡的話 f'是什麼 f'呢 就是我們的transducer 之後要量測到的頻率 那這個f是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object 它的頻率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剛剛原本寫的公式 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再把 fo帶進去 就是這個關係把它放進去 這邊把它放進去 我們得到的話 就是transducer呢 它會量到的頻率呢 會是transducer原本產生的頻率 然後c加上 你這個object移動的速度 vcosθ 然後再除以c-vcosθ 所以呢 你發出去的頻率原本是fs 最後收到頻率是ft 這兩個之間的差值呢 就會等於 兩倍的vcosθ 然後除以c-vcosθ 那假如說呢 在這邊的話 因為 升數的話 再怎麼樣 在組織裡面大概也是1000多 那我們移動的速度也不可能太怪 所以通常c呢會遠大於v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把這項呢 稍微把它忽略掉 所以我們頻率的改變量的話 是不是等於 兩倍的vcosθ 除以c 再乘上原本的頻率 那換而言之 你頻率的變化量 就會正比於 你物體移動的速度 所以我們基本上呢 可以透過 fd 跟fs 乘上c 它其實大概就會等於 兩倍的vcosθ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一個 跟速度有直接相關的一個數據 那這個的話就叫做 double the shift blast meter 就是它可以去量測它的速度 那它的缺點就是說 只要你的這個角度呢 不是90度的話 今天只要不是說它們是正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知道說 它的速度是多少 那只要不是90度 你就可以量出它頻率的變化量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另外一種情況的話 就是receiver在移動 所以receiver在移動的話 跟剛剛前面就是 血流在移動是一樣的 剛剛我們有看到就是 object上面它偵測到的頻率是什麼 是v加 c加上vcosθ除以c 然後再乘上fs 那在這邊的話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object呢 可能就不是剛剛的雪球 而是 直接是我的transducer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們兩個之間的頻率差是多少 它們頻率差的話 也是正比於速度的一個數量值 所以說當它們夾角是小於0的時候呢 代表說sauce是遠離receiver的話 頻率會向低 然後如果說θ是大於0 代表說是靠近你的receiver的話 那麼你的頻率會增加 所以不管說是哪一種移動方式 你的頻率的改變量都會正比於 你object移動的速度 那這邊的話是我們看到一些超音波影像 常常使用的一些例子 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看 就是 胎兒它的一些發展 然後呢 甚至你也可以看說 胎兒它 血管裡面血流的情況 那這邊的話我們常用的話 是用3D image 它就是用很多的2D的影像 然後把它拼成一個3D影像 那現在如果說你在配合時間的變化 你可以看到4D的影像 那超音波影像我們剛剛講說 它不只是看界面的變化 它也可以看到血流變化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一些functional的information 那這個的話其實主要的話就是用 Doppler的ultrasound的image來達成 它可以量測血流 那主要的那個reflector 主要就是紅雪球的細胞 它會反射你的那個生波的訊號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 靠著剛剛 這個是紅雪球的細胞 然後它會這樣子流動 那我們把生波打過去之後呢 你有一個moving object 然後再反射回來 那我們透過兩道的頻率的變化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雪球 大概移動的速度是怎麼樣 那這個的話就是一般的double imaging 我們可以看到的話就是不同顏色 是對應到不同的速度 那通常會看 像胎兒裡面幾袋血 有時候是胎兒看起來似乎是還好 可是發現說 血流已經不流動了 也許可能胎兒已經死了 那這邊的話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假設呢我們有一個transducer 那transducer發出來的頻率是5MHz 然後呢它是在 相對於血流方向三十角度的方向 就是入射過去 所以呢假設血流是 嗯 超音波是這樣子打過來好了 那我們血流大概是這個方向移動 所以這邊有個三十度的夾角 那麼它說呢 Double frequency呢它增加了50Hz 所以我們知道它是頻率是上升的 那麼代表說它們之間是靠近的 代表血流是靠近這個transducer的 那它要算說 What's the velocity of the blood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它是 relative motion of the blood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說 我們的Fd是什麼 Fd的話會等於 兩倍的Vcosθ 除以C乘上Fs 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代表說我們的速度V 就會等於 Cfd 除以兩倍的Fs 乘上 除以cosθ 所以我們把這邊帶進去的話 我們就可以算得出來說 我們雪球它移動的速度呢 雪流速度大概是0.00889mps 那這個就是Double imaging的應用